微博之夜重新启动 邀请了无数大牌明星参加 从月初就开始锣鼓宣天地造势 嘉宾名单一出来 众星云集 85花行列的杨幂 刘亦菲和杨颖都赫然在烈 却唯独不见赵丽颖的身影 不少粉丝扼腕叹息到为什么赵丽颖没去 原来赵丽颖正忙着在剧组里拍戏 赵丽颖虽然没有到现场 但年度品质好剧她就有两部 幸福到万家 和风吹半下 都是妥妥的品质与热度齐飞 在85花们争其斗艳 争夺谁穿的高定更高级 谁的礼服更美实 赵丽颖早就明白 作品才是立足之本 作为85花的代表之一 赵丽颖近年来不断在银屏上尝试着转型 此次风吹半下 是其在 幸福到万家 之后又一次出演现实题材作品 在角色设定 造型装扮上也都有了不小的突破 这位她的转型之路在添一把力 当她塑造完许半下之后 她的转型又进一步了 赵丽颖一路走来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轻言失败的决心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从女配到收拾女王 赵丽颖足足用了七年的时间 大家都说 你是圆脸 不适合当主角 面对这些质疑 赵丽颖却回应 千万不要让我抓住机会 一旦我抓住了 我就不会松手了 赵丽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由外在决定的 于是 她在等待机会的同时 努力钻研每一个角色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人物 她也会演得很用心 我不明白 一个演员的价值 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 所以我只能默默地 在每个角色上下功夫 等待机会出现 我当时心里就 暗暗地发誓 别让我抓住机会 一旦有 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 如果珊珊来了 和陆珍传奇让观众认识赵丽颖 那么花千古 则是成功让赵丽颖爆火 在录制偶像来了的时候 赵丽颖曾表示感谢 花千古这部剧 因为这剧 她的热度和关注度才快速上升 最近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大新剧 与凤行 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毕竟仙侠剧最重要的是CP感 行指跟审理是双强的设定 林更新和赵丽颖合作过 楚桥传 CP感很足 同样是强强联手 不得不承认很让人期待 赵丽颖自从成名以来 她出演的角色都是正派角色 但其实在早期还未出名时 她也演过恶毒的反派 那就是《公所沉香》中的琉璃 而且赵丽颖在这部剧中 还有大尺度戏份 赵丽颖回忆拍摄时 被韩寒要求脸部要潮红 语气 眼神 声调和喘息声都有高要求 要知道拍这场戏时 赵丽颖才进剧组第一天 和饰演九阿哥的朱紫霄也是第一次见面 按道理来说 这样的戏至少要在双方熟悉后 演出来的戏感染性才会更强 更离谱的是 平时这样的激情戏 导演都会将多余人员清场 只留下导演和摄影师 可是这一次 导演并没有这样做 工作人员全围着他们 大家或许会觉得演员在对戏时很有趣 殊不知这对一个演员来说 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 虽然赵丽颖一开始很抗拒 但也无能为力 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演员 一旦得罪了谁 他就完全没有前途了 他只好从容淡定地用心去表演 就算是沐浴戏 他也丝毫没有一丝胆怯 自然精湛地把角色的妩媚 和性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网友们也是惊呼女演员太难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就也是习惯了 也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你在 你只要变强大了 这些东西你都不会放在眼里 人的心态强大到一定程度 或者你的思维 或者是你的心态 或者你所就是你这个人的状态 平静到一定程度了 有很多东西自然而然 你就会越来越不在意 形象天然 演技自然 敬业 低调不炒作 这样的赵丽颖谁会不喜欢呢